今天够冷的哈 因为白天还下雨了 这算是什么秋末初冬的时节了 应该尽量多的贴贴标了 今天呢我找到了一家做红焖羊肉的餐厅 这家餐厅呢是1995年就开业了 算起来也得有个 三十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了吧 这就去尝尝这个红焖羊肉 看看这个大红灯 现在大北京寻找小乐趣 刚才忘记说了 今天我们寻找到的就是红焖羊肉 红焖羊肉是河南新香特色美食 就是因为当地有一个人叫李武青 这个人发明的这个东西 是在第一次做 他是1988年 1988年到今天整30年 这个人呢其实很聪明 他结合了就是北京的涮肉 和那个四川的麻辣锅 就两种给它融合在一起 然后当年我记得 从1999 九几年啊 96、97的时候吧 就开始封离整个中原地区 就是马达结全是红焖羊肉店 就中午啊 有人中午吃 晚上也吃 特别爱吃这个红焖羊肉 这是小羊排 里边有羊排 然后还有这个煮的这个是山药 然后有枣 然后放了枸杞 放了枸杞 还有很多胡萝卜 嗯 放了很多胡萝卜 红焖呢就是 就是煸炒这个羊肉之后 先放那个香料吧 然后煸炒这个羊肉之后呢 放大量的这个红汤下去 红酱油啊 还有一些辣酱啊都下去 然后加水 要没过这个羊肉 然后盖着盖着盖着 盖着盖着盖着来焖 盖着盖着来焖 好吃 它竟然有点像那个炖羊蝎了 但是羊蝎的你等于是踢那个骨干肉下来 哦对啊 这一口都满口的肉 还有软骨 哎 鸿焖这个羊肉就是有一种 入口就是筋 就有筋道的那个口感 然后马上就酥 然后就烂了 先筋后酥 最后烂 哇好烂啊 我还怕它焦不动呢 嗯 非常好吃 这个羊肉不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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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马上就是觉得补鸡 又暖和又抹 嗯 以前哪有这个呀 以前就是羊肉 就切成定人的羊肉 现在这都已经算是高级了 河汤里边 有一点番茄味 谁也怀疑它是味儿 是我番茄 好浓郁 你看那个肥的部分 也挺分明的 但是并不腻 这个肉是很好看的 肉是很好 我觉得这个 还可以蘸点紫汤 更好吃更好 咕咕咕咕咕咕咕 哇 好吃 你看看这一锅 这顶原来有这么多菜 嗯 鸿焖吹烟好荡处 今日早适没有羊 就是当年火的那个程度 就是家家户户都在做这个 鸿焖羊肉 导致早适的那个羊肉 你都买不到 对 都抢光了 哇 这个锅太棒了 看开 小心扒锅呀 走 走 走 我要随便打吃一锅 我要随便打吃 是吧 这家呢 其实不是河南餐厅 是家常菜的餐厅 开了这么多年了 然后他们家的那个 比如说这个干渣丸子 风暴鸡丁等等 都非常的 是必点菜了 就是适合家庭宴请或者聚会 聚会 聚会也挺适合来的 你看这个丸子挺小巧的 但是它上面还真的是撒了那个芝麻 一起炸的 嗯 他们家丸子的表皮是非常的酥 不是那种 怎么说 有些那个干渣丸子 做面糊的那种 就是湿糊糊的那种 这个真的是酥 里边放点香油进来 哦 有香油的口感 很香 但是它肉的比例 肉比例 和那个面的比例 应该是一半一半 哦 不全是肉 所以这样炸的味道更酥 其实它味道也够 如果你就是觉得不够的话 这是它有提供的一个椒盐 嗯 还有这个 这一块甜辣酱 嗯 甜辣酱 椒盐或甜辣酱 这花椒盐的味儿好浓 这有点重口 嗯 嗯 它这是个味道的超少 这也是个特色 嗯 是葱花饼 但是它是鸡蛋葱花饼 嗯 你看出来了吗 就是它上面裹了鸡蛋 裹了鸡蛋 这个葱花饼非常漂亮 黄肠肠的 也很家常吃的那种饼感觉 你知道吗 它不是整个裹上 你看它就是表面这层 上面一层 对 但是这层鸡蛋液挺厚的 刷的挺厚的 它这个饼也比平时的鸡蛋液厚一点 感觉 嗯 大肠饼 嗯 两面酥 然后上面这个鸡蛋饼 有一点面面的 特别就是因为它这个葱花好 嗯 葱花特鲜鲜 特鲜鲜 就是你能吃到那个葱的水分 葱里边的水分 而不是已经炸的有点 焦干的这个葱 而且好烫啊 这特别烫出来 嗯 吃红焙羊肉配这个葱花饼怎么放 嗯 就是它炒过味的 就那个蛋液里边 应该是放了一点料酒 放了一点盐 所以导致这个鸡蛋 这一层特别有滋味 嗯 很好吃 啊 没想到这个饼 正让人意外的 嗯 这背面是酥的 嗯 比我们吃的那种薄薄的葱花饼要厚 嗯 分层也分的挺好的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的 嗯 嗯 嗯 冬天来吃一顿这个真的挺棒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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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